3月11日清晨5点5时,一架满载着医疗物资的货机 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目的地意大利 支持浙江省第一批十元海外侨胞抗击新冠肺炎的物资 共计26.4吨,包含一次性口罩,N95医疗口罩, 隔离衣,防护服,护目镜,乳胶手套等4556箱 由浙江省社会各界联合捐赠 据了解,意大利是欧洲这级侨胞最多的国家 30多万这级侨胞旅居该国 浙江省侨办、省侨连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海外这级侨胞一直千方百计采购防疫物资 以各种方式支援家乡抗疫 如今海外侨胞有难,家乡父老 理应以最大的努力给予支援 疫情还是令人不容乐观 特别是我们浙江侨胞比较多的 像意大利亚这些地方 从浙江这个角度,我们省里很重视 这个是机场集团大力支持 安排货运的航线 而且各级组织、慈善机构 也都是伸出援助之手 那么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是这样的一种 这个浙江持员意大利侨胞这么一件事情 来来来来这个是体现我们的手腕相助 风与同舟 手腕相助 风与同舟 从3月9日晚上到10日上午 捐责物资在杭州销山国际机场货运仓库集结完毕 一眼看不到头的货箱上 每一支都贴着浙江持员意大利侨胞抗议物资的标签 杭州销山机场海关快舰监督一科赵丹表示 为确保用最快的速度送达侨胞的所及所需 他们为这批物资进行了全程嵌入式的通关服务保障 在做好海关服务的同时 萧山机场航空物流公司负责人陈锦瑜还表示 物资落地城市的市政府 海关 收货人等相关环节 已经衔接完毕 确保运输安全 然后那边的都林市政府 都林机场 都林海关 包括收货人 我们那边的卡车公司 航空公司 都已经全部衔接好了 确保运输安全 总共大概是4000多箱 应该是300多万个口罩 再加上1万多件防护服 隔离衣 还有一些护目镜 一次性手套 这是最大的一批市员意大利的物资 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运往境外的 一次性捐赠的最大的一批物资